阿明斯今天要跟大家講 煉丹素 相較於歐洲人的煉金素來講 一直是人類非常神秘的一個話題 其實就是一種在還原物質 改變物質結構的一種化學反應 這是最早的化學家 他所做出來的一些化學實驗 但今天阿明斯不是老高 而是要講到中藥跟重金屬之間的關係 民眾常常會覺得 我吃的中藥會不會含很多重金屬農藥 會不會我吃一吃就變木乃伊 天啊我到底會不會吃中藥 養生變傷身 今天阿明斯想跟大家介紹幾個故事 是關於這個中藥本身 就含現在所謂的重金屬 其實在衛福部以前的衛生署 就已經有嚴格去把關 有符合GMP檢驗的一個中藥材 本身就沒有含重金屬 但的確有一些傳奇性的中藥材 本身就含有重金屬 它本身就是重金屬 為什麼它明明是重金屬 古人還用它呢 古人用它有什麼目的呢 以及現代的中藝師 怎麼看待這些重金屬藥材 阿明斯告訴你 第一個最有名的藥材是什麼 沒錯就是朱砂 講到朱砂阿明斯小時候 對朱砂第一個印象 其實來自於林正英的電影 拿朱砂大筆一揮 在黃紙下畫下的天符 貼在殭屍的頭上 一直亂咬人的殭屍 立刻就填下來了 朱砂在古書中的記載 是在養精神安魂魄 怎麼說呢 它其實就像是古代的一種 類似鎮定鞍神的一個效果 很類似鎮定劑啦 很類似啦 但其實不能這樣子等頭 所以當有小朋友或大人 人家叫做小兒驚風 驚風啦 或大人突然出現心神不寧 受到一些情緒驚嚇 心神不寧的時候 這個情況就很像亂跑亂挑的殭屍 在它的用藥裡面 加上一點點的朱砂 會把它的魂魄安回來 燒了浮水 也可能會融化一些在浮水裡面 或許就有一些 民俗間流傳的療效 那朱砂在使用的方面呢 通常重病極致 也就是在醫師的指導下 我的療效達到了 也不太需要用了 朱砂很貴啊 所以通常不太會一直長期用啦 以在民國四五十年代 老師傅回憶起的行情 大概一斤要五六千塊 哇一斤五六千塊耶 天啊 在那個時候喔 而衛福部 已經有名文禁止使用朱砂 所以現在市面上 幾乎是找不到純真的朱砂了 阿民是只能用一些網路的資料圖片給你 有一個在考試讀書的時候 都很常用到的一個古代名方叫 天王補心丹 古代的時候為了要補心 他那個補心丹呢 的紅色也是加了一點朱砂 但是大家放心 現在市面上 我們在眾議院診所內用的 天王補心丹 都是GMP認證過的 所以絕對不含重金屬 也不會用到朱砂 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的話 朱砂這麼貴的東西 怎麼可能用健保肌膚 請 熊黃 熊黃對大家的印象都是在什麼時候 端午節 或者是在夏天的時候 拿來驅蛇 趕一些蟲的藥材 在中國古典名著 白蛇傳裡面 法海他為了讓許仙去發現 他的娘子其實是一個千年蛇精 所以呢 就讓許仙哄騙白蘇貞 喝下含有熊黃的酒 那白蘇貞本身是蛇精 蛇又怕熊黃 所以喝下了這個熊黃酒之後呢 就開始昏昏大睡 然後在床上就顯示出 蛇精的樣子 還活活嚇死了許仙 造成了接下來 一連串的一些故事 所以古代呢 在用熊黃這個藥材的時候 有幾個印象 第一就是 他是氧氣非常足的 那他可以來擋一些 蛇毀文銳 也因此 熊黃常常是外用為主 他用在一些蛇蟲咬傷 或者是皮膚的問題 熊黃古代稱他 沙百蟲 這個蟲呢 有可能是指寄生蟲 或者是古書寫的蟲 往往指的是皮膚搔癢 他是指敘述說 這個皮膚搔癢 流膿 慢性的這些濕疹 很像是有好多蟲蟲 在皮膚下爬 所以這時候 也會用到熊黃來外用 而熊黃本身是流化蟲 生其實在現在來講 也常常有重金屬的一些毒性 古代也發現到這個問題 所以熊黃幾乎也很少用來內服 多半都外用 並且外用也要特別注意 是不能夠大量服用的 關於熊黃呢 還可以解讀一個千古懸案 就是回春堂的豬二 只明明只進了一斤的屁霜 是怎麼賣給七禽是兩斤屁霜的呢 古代呢 對熊黃有個記載叫 建火殺人 熊黃呢 如果經過高溫之後 它其實會變成三氧化二身 也就是屁霜 所以熊黃燒過之後變屁霜 就可以很完美地 讓回春堂的豬二解釋 我沒有進的那一斤屁霜 就是用熊黃燒好給七禽士 你幾個位置記錯 你家裡又記錯 你這麼多記錯 那講到熊黃 大家就會想 有沒有磁黃這個東西 有熊有磁嗎 沒有錯 熊黃呢 是油化蟲 而熊黃呢 是三流化二身 其實是很接近的藥材 那熊黃 其實在古代很少拿來入藥 倒是很常拿來當顏料 有一句成語叫 信口熊黃 是什麼意思呢 古代常常會寫黃紙發誓 但是呢 那麼重要的事情寫在黃紙上 如果我翻臉不認人 我就要拿熊黃這個顏料去改 去塗在黃紙上把它改掉 類似立可黃的概念 信口熊黃這個成語就在說 反正你講出來寫在黃紙上的都不算數 絲黃塗一塗就沒了 是這樣子來的 那既然我們提到熊黃主要用途是在 外用殺百蟲 解決一些皮膚慢性感染或潰瘍的問題 那在現代是怎麼看待熊黃這個東西呢 到底還用不用呢 其實在現代科學昌明已經有了 微生物的這些概念 以及傷口照護的這些進展之下 熊黃其實在現在幾乎沒有角色 那現在在什麼情況看到熊黃呢 多半都是想要端午節嘛 要擦倉譜啦 然後飲熊黃酒 但熊黃酒現在沒有人在喝的啦 那以前喝熊黃酒也是因為蛇會怕熊黃 喝了熊黃酒身體會散發一些熊黃的一些氣 你的體味會有那些分子 那蛇就不敢靠近 在如意傳裡面 如意在關在後宮的時候 被放蛇咬的時候 那個侍衛就是拿熊黃酒去噴 蛇就跑走了 千丹 大家看到千跟丹這兩個分別是什麼意思呢 千其實指的沒有錯 它含千 化學士是飼養化三千 丹指的是紅色 千丹它也是紅色的 而千丹它的用途也是在正進 可是跟朱砂有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朱砂是入心 千丹是入肝 這種經濟癲狂的精神觀能症 如果中醫辯證上屬心 古代多偏用是加朱砂 如果偏肝 就是加千丹 所以千丹跟朱砂 其實是有一個相似又不同的一個特質 它在另一點上也很不同 他們的價格其實差非常多 在民國四五十年代的時候 朱砂一斤剛剛講過的是四五千塊 但是那時候的千丹多少錢呢 大家查查看 四千 三千 一千 沒有 一斤才五十塊 以前是有丈夫的差別 但在近代呢 如果說不這麼講究的話 有時候會變成朱砂的偽要 所以朱砂明明是流化拱 不含千 可是呢 常常你Google的時候會發現 過度服用朱砂千中毒 雞蛋為什麼會變鴨蛋呢 阿明斯的訂閱觀眾都很聰明 應該不用阿明斯多說什麼啦 那千丹在近代有什麼樣的用途呢 基本上這類藥材既然是重症安神 現代幾乎都有更安全 而且更方便的選擇 所以千丹目前是幾乎不太用了 曾經是有人拿來外用 因為千丹也被記載過可以治療五臭 因為它對一些真菌感染 慢性的皮膚失診還是有些幫助的 但即使是這個問題 現代其實也有更方便更安全的選擇 所以千丹在現代的綜藝幾乎是沒什麼角色 就好比說如果畫陀有的選 有的選現代的麻醉設備以及監控的設施 它還會選擇用口服的相對比較不穩定的麻費傘嗎 搞不好它就不會因此被砍頭了嘛對不對 好下課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 點訂閱小鈴鐺 安民師呢錄製這支影片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不是每個中藥材都含重金屬 並且記錄一些古代一些關於這些藥材練單數的傳奇 那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我們下載 Eleven 我們下載一期待會 我們下載的見面 我們下載一些小島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